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从19世纪以来就因为耶路撒冷和圣殿山的控制权而处于敌对状态 如今矛盾再度升级 话说上个星期五 有两个以色列警察在圣殿山的这个阿克萨清真寺外被人开枪打死 以色列为了加强维安 所以他们决定在通往圣殿山的入口 加装金属探测器 就检测每一个进入清真寺的人 结果他们的这个行动呢 就立刻触动了这个巴勒斯坦人的敏感神经 他们认为这根本就是在试图扩大对阿克萨清真寺的控制权 所以在当地就上演了近年来最血腥的冲突示威 中东国家以色列进一步收紧耶路撒冷圣殿山的安检措施 再度引发多起冲突 巴勒斯坦民众愤然躲上街头高举旗帜 誓言维护耶路撒冷的神圣之所阿克萨清真寺 另外上千名巴勒斯坦穆斯林 昨天也聚集在阿克萨清真寺外祷告示威 结果遭到以色列部队发射橡胶子弹 以及催泪弹驱散 现场民众在炮弹声中四处逃窜 情况相当混乱 多个地区的冲突也造成了至少6人丧生 另外有超过300人受伤 然而两国之间的冲突并没有让以色列政府的立场动摇 他们强调不会拆除加装在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的金属探测门 面对以色列态度如此强硬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也赶紧召开紧急会议 还击对方 宣布立即停止和以色列政府在各个级别的联系 以巴冲突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既有宗教文化和民族因素 也有人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恩怨 或许还会让两国之间纠缠一千年 中东和平现在看起来似乎只剩下愿望以及口号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